海参崴 很多爱国的朋友都很怀念一个城市 那就是海参崴 在俄罗斯这个城市名叫弗拉迪沃斯托克 很多朋友说如果海参崴还在 中国人就可以在清晨穿着短袖 沐浴在三亚的艳阳下 傍晚时分在远东的滨海餐厅享用帝王蟹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帝王蟹与子匠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海参崴和远东对我们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我们衡量一块领土 城市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无非是看几点 第一从资源上说 我们丢失的远东地区领土中含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林业资源 渔业资源 这些资源的的确确非常珍贵 但是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地道物格的国家来说 它并不是致命的 因为它的所有资源都是可以替代的 第二从战略地缘层面上来看 海参崴是日本海的最佳港口 这当然不假 但是我们要明白 这个港口不是中年不动港 而且也很难停靠大量的大型货轮 以及战略船只 放眼整个东北亚地区最好的港口 有且只有一个 那就是大连 大连港口中年不动 有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拱位 一手难攻 平均水深10米以上 中年不渝 光看沙俄时期 俄罗斯对大连的规划 我们就知道 他们对大连有多看重 19世纪末 沙俄为了在黄海找一个不受冬季冰冻阻碍的港口 他用武力和外交手段 跟德国 法国 赏源了一波三国干涉还僚 逼走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日本人 俄国 德国 法国 三国干涉还僚之后 日本撤离辽东半岛 1898年3月27日 沙俄强迫清政府在北京签订 旅大足地条约 租借大连湾与旅顺口 并且在当时财政大臣维特的建议下 将大连命名为达里尼市 达里尼市被计划建设成一座远东商业的大城市 随后沙俄颁布了暂行关东州统治规则 将清尼娃定位为自由港 改俄国财政部直辖的达里尼特别市 准备长期统治达里 那海参崴在今天叫弗拉迪沃斯托克 意思是统治远东 而大连则叫做达里尼 意为远方 所以对沙俄来说 海参崴仅仅是开始统治远东的战略节点 而大连才是沙俄的梦想港湾 然而对我国而言 我觉得日本海的出海口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因为它从来都不是重要的贸易商路和农源通道 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我国海江防御的成本 所以如果我国拥有了大连港 那么海参崴就不再具备不可替代性 第三从文化和占领时间上来看 我国其实统治外东北地区的时间很短 明朝时期我国除了汉地十八省之外 基本对西北西南东北地区没有市值统治的基础 而外东北地区的统治 根本不像汉地十八省这些华夏基本盘之般问过 中国不能没有河北河南 不能没有江苏浙江 这些汉地十八省基本盘都是中国的精髓 但是中国没有外东北 中国还是中国 还是可以是一个强大的中国 综上所述 我国其实已经和俄罗斯解决了所有的领土争端 外东北地区的回归可能性也非常渺茫了 虽然对一个国家而言 领土一定是越多越好 毫无疑问 有了外东北的中国在矿产资源 战略缓冲空间 甚至航线多样性 甚至能源安全上都大大增强了 但是它对于我们而言并不是不可替代 所以大家对外东北怀念归怀念 一定要分清梦想和现实的区别 今天的俄罗斯不太可能再做一个黄俄罗斯梦 中国也不再可能做一个外东北的梦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领现金 看视频